如果要评选出一个亚洲历史崩拜说唱第一人 你心目中的这一个rapper他会是谁呢 本期视频就带你去看亚洲最强崩拜 Naflai带来的歌曲 保证能听完之后 嘿 哇塞 我是爱说唱的迪伦 欢迎来到今天的说唱歌曲测评 我想你身边一定会有喜欢听说唱的同学 而且我想到个听说唱的人 一定也会听说过Naflai这一个名字 或许在我们这个说唱环境 全国应该会有很大一部分人 就是受到Naflai的影响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年我参加一次昆明的线下小比赛 非常巧合的遇到了非常多的红头发 也非常巧合的遇到了他们的参赛作品 就是崩拜 而且还非常巧合的每个人的flow都是Naflai味道的 这也难免让我联想到 Naflai对新生代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Naflai他到底厉害在哪里呢 让我们直接开始听歌吧 棒 他来了 这是什么表情 wait wait 稍等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这个表情 从这哥们的表情里你就知道来了一位不得了的人物 而且韩国的rapper非常会设计自己的造型 其实Nafla他的外表给我看起来也是跟他的歌是一样的 就是那种很强大 而且又带着一种内脸 跟他的个性跟他现在的穿着也是很一致的 因为视觉上能够抓住点会辅助到作品的感受 OK让我们继续 凡游的短期 Drama 我和Kidmily Kidmily 也是一个大神 Nafla,有个团队想要去吗? 我会说它 会比较稳定 啊,帅气 Rap后 讨论 讨论 OK 讨论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这个伴奏太牛了 稍等稍等 Nafla他能够把这个节奏唱出这么饱满的情绪 有没有发现他不仅能够设计出足够优秀的节奏来驾驭这个伴奏 而且还能非常完美的把它演绎出来 这需要flow的学习经验,舞台的表演经验,现场每一个节奏的演绎都能够抓到观众的注意力 这在崩拜说唱界已经是非常厉害的存在了 现场的状态也是非常非常的集中 这哥们基本上已经是非常完美的那种rapper了 太瑞斯败了兄弟们 Let's go,让我们继续听一下 这是我们在因为中间的甜蜜 一定的甜蜜 我把这些甜蜜 我常常都不会在乱作的 你由你病人吗? 我 Hope你患干什么? 我遇见你一世纪的酷尔 你背面的地球 在我们的土地表情 我只为了你身上家和尖 我继续听到泳 我放过去的机器 我别人的中国的模式 你现在按摩都不停 R.I.P.X 太强了 OK怎么样 短短的一小手 1到6分你给他多少分呢 Nafla的节奏设计 不是那种特别快的 第一个就是他的每一季的节奏设计 非常有弹性 就像他的上一季和下一季之间的节奏之间 是有节奏听感上的衔接的 他的每一个flow的衔接像是打了一个圆圈 非常有弹性 甚至听得出来他的节奏是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另外第二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 Nafla的咬字和细节特别考究 他会把每个咬字的力度做好区分 哪些地方咬字要特别用力才好听 哪些地方加了延时音符的字会好听 哪些地方的节奏组和音符小节 加上一些连线做成复合型节奏会好听一点 他绝对是懂乐理的 是有一个非常熟悉的经验理论给他支撑 他的每一个地方的设计都是为了听感而设计 也绝对不是普通小rapper做歌那样 听感上的巧合随意写的歌 就像之前我们乐队的鼓手 他也喜欢Nafla 我们在把Nafla的说唱节奏 分解成打击乐的节奏来呈现的过程当中 在我和鼓手一起在讨论如何转变他的节奏的过程当中 我也感受到了Nafla对节奏的敏感 对音乐的这种创意能力 是非常适合我们国内的rapper去学习的 音乐理论的学习和音乐感的训练 是需要以年为单位的 也希望喜欢说唱的我们也一起努力起来 OK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还希望我去听哪些歌曲呢 欢迎在留言区评论 我是爱说唱的迪伦 大家记得给我一键三连加关注 给大家提供有思想 有分析性 有技术的歌曲测评 我们明天再见